《创造101》结束10天后,强冬月、高秋子、吕小雨一起上综艺。 《创造101》已经结束10天了,虽然时间不长,但是小姐姐们的变化好像越来越多,有的女团宣布解散,有的宣布成团出道,有的是Soling出道,还有的已经发了新歌,从101毕业之后的小姐姐们也开始自己生活的新篇章。 火箭少女101的11位小姐姐这几天飞到上海去参加活动,而强冬月、高秋子还有邯丹等人却到北京录制美食综艺节目,虽然他们没有成团,但是目前看来其实他们的资源其实还不错,首先来看看强冬月和高秋子两人机场进照。 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强冬月结了长发,其实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,而高秋子的变化不大,但是全身都是各种萌宠,行走的表情包其实也可以很呆萌。 大家在节目中曾看到高秋子在购物的时候是各种狂吃海盒,这次逛菜市场收敛了一点,除了买菜,他们还买了夏天最好吃的小龙虾,注意高秋子看小龙虾的眼神。 强冬月在参加创造101之前曾被检查出有心脏病,但是他还是坚持参加比赛,因为参加过多档选秀节目的他,知道一次机会的重要性,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他的原创歌曲。 除了强冬月,高秋子,寒丹外,该档美食节目还请来了吕小宇,罗一佳,苏瑞奇等人,不过好像是分为两组购买食材,不过要论吃东西,这六人中相信高秋子肯定是最厉害的。 当结束完比赛就是各种综艺,希望小姐姐们不会成为黄色抛口中娱乐圈的快销品。